少年一日连破树镜同代天骄无可匹敌 拥有九阳血脉的他14岁便也突破真气景 但却在之后三年修为不曾有半丝竞争 这一切都是为了眼前的这个女 女子身怀三阴绝脉每日都要遭受寒毒之谷 唯有少年的九阳血脉所凝成的本命精血方可解 所以每日楚剑秋都会凝炼精血为柳家掌上明珠刘天瑶解读 而今天解读过后 柳天瑶的三阴绝脉便可彻底崛起 此刻楚剑秋还想着等将柳天瑶的寒毒解除后 他便立刻去柳家提亲娶她 然后两人在一起参加玄剑宗的招生大礼 到时候即可一起进入玄剑宗成为一对神仙眷女 为了这一天 楚剑秋白白遭受旁人冷眼三年 可殊不知他这是三年深情无人知 一招舔狗天下文 只见他盘膝而坐调用周身灵力 随着修为一点一点消失 最终一滴鲜血缓缓从手中凝炼出来 楚剑秋抬手一挥将精血滴入柳天瑶的眉心 所谓的精血乃是舞者精华凝聚而成 而且每次精血的损失都会给舞者带来莫大的痛 当损失精血的楚剑秋浑身无力地趴在地上 与此同时柳天瑶的眼神也变了 只见他将精血吸收完后周身灵力瞬间抱着 楚剑秋见状立刻兴奋地说道 终于成功了 你的寒毒彻底解除了 然而就在这时 柳天瑶却突然起身死死地盯着他 是的我终于成功了 不过你也可以死 楚剑秋文言本能地以为对方在和自己开玩笑 可柳天瑶一脸嫌弃地再次说道 若不是为了治病 我又怎会屈尊接近于你 这三年以来你不知冒犯了我多少次 纵使将你千刀万剐 也难解我的心头之恨 柳天瑶的这一戏话 气得楚剑秋当即吐出一股鲜血 原来自己这些年毫无间断为你付出精血 在你心中却一文不值 这时柳天瑶所信你不装 不错这一切都是我的一场阴谋吧 得知真相的楚剑秋不由绝地可笑 就算你完全掌握了三阴绝脉又能读 我乃真气静的修为 又且是你这个炼体五重的舞者可提 楚剑秋话音刚落 他的身后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那加上我们 来人正是太水俊首二世子欧阳渊 见到此人的那一刻 柳天瑶立刻心花怒放地朝起奔去 此刻楚剑秋也明白了过 原来是柳天瑶抱上这样的一只大狗 所以才敢如此算计于物 如今他元气大伤定然不是对手 所以楚剑秋当即就想要逃走 可还不等他踏出一步 对方顺势一拳轰在他的胸上 而欧阳渊如今也是真气静六重的高手 仅是一掌就阵的楚剑秋 经脉寸断鲜血不止 没等他反应过来 欧阳渊再次伸手朝楚剑秋袭去 原来他是想要夺取楚剑秋九阳血脉 只见欧阳渊掌心落到楚剑秋的胸膛之上 一血膜公开 此刻楚剑秋才明白过 堂堂世子竟敢修行如此邪术 可现在一切都晚了 因为楚剑秋九阳血脉已经被夺走 融合了楚剑秋的九阳血脉后 欧阳渊身负雷霆两天长相 九阳血脉终于是我 随即又对着身旁的柳天窑说道 楚剑秋的这一身修为就送给你 只见欧阳渊抬手将灵力注入柳天窑体内 并嘱咐好好修炼去参加一个月后的玄剑宗招生大战 见这对狗男女在自己面前暧昧不如 楚剑秋发誓一定要手刃他们 所以他指着柳天窑火爆 我要是死 楚家绝对不会放过你 大长老一定会给我报仇 然而此话一出顿时引起柳天窑普夫大笑 你以为是谁告诉我你的体质能治好我的弟子 你外出如此多久却无依安慰跟随 楚大长老可比我更想你死 毕竟只有你死了楚家少主的位置就是他儿子 此刻楚剑秋擦谎门大了 原来我自觉醒九阳血脉开始就一直处在一场骗局中 不等楚剑秋反应过来 柳天窑抬手又是一掌封在他的丹田之上 紧接着又凑到他的耳边 就这样杀了你太平了 我要让你感受一下从天上跌到地上是一种什么滋味 话罢便直接废掉楚剑秋一身修为 如今他丹田破碎筋脉禁毁 九阳血脉也被别人夺走 一想到自己今后只能做一个废人他就生不如死 就在这时他突然感觉腹部传来一阵剧情 楚剑秋即便修为被废轮为废人 但他依旧不愿放弃 因为他想要复仇 与此同时一道声音从他脑海中响起 不去一致放开唇口 故而后历练至尊血 天地神诀正道鸿芒 这突如其来的声音让楚剑秋头欲裂 等他再次睁眼的那一刻 一座高耸入云的巨塔出现在他的面前 看到这座塔楚剑秋先是一愣 这是什么 随即两行文字引起了他的注意 混沌至尊塔 混沌天地诀 此刻他恍然大悟 当即盘息而做修炼法诀 随着对天地诀的不断领悟 一条巨龙开始不断地滋养他的身体 初步领悟天地诀后 楚剑秋修为飞速暴增至炼体三重 仅仅过去一个小时 楚剑秋就从修为被废到炼体三重 要知道普通人想要修炼到炼体三重 楚剑秋为死家族就在他门前准备花圈一笔 等他醒来后却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回到家里 与此同时门外不断传来一个女子的叫声 楚剑秋听此立刻起身冲出去 发现一名男子用膝盖将一名女子按在地上 嘴中还不断喃喃自语道 一个丫头挺有能耐的 不仅私自将楚剑秋扛了回来 还敢偷偷给他上药 赶紧把药给老子浇水 不然老子今天就让你死在这 看着自己的救命恩人被男人肆意揉弄 楚剑秋浑身不满杀业缓缓朝男人走 你给我注视 男人文言回头看了一眼楚剑秋 随即嘲讽说道 这丫头挺不懂事 竟敢把你吵醒 我再帮你好好教训一下 看着男人肆意见他女子 这彻底激怒了楚剑秋 本少主的人还轮不到你来教训 此话一出顿时引起周围人的一阵大笑 再过几天你可就不再是少主 紧接着男人掏出一份卷轴自信说道 看到了吗 这是楚家长老的召集令 大长老决定在十日后举行 族内大比重新定少主之位 楚剑秋如今彻底明白 大长老这么快就想要换掉我 看来柳天瑶对我做的事你们都知道 不过他区区一个旁之长老 也敢基于楚家家主之位 简直白日做梦 少年本是天水城四大世家的少主 仅靠自身血脉之力就碾压同代天骄无可匹敌 怎料却被心爱之人设计陷害 导致经脉尽瘁绘为全尸 没有绘为且无法修炼的他 瞬间沦为了家族的废人 家族大长老也借机发难 杭之长老之子楚河便带人来到了楚剑秋的院里 扬言十日后他将不再是楚家少主 所以楚河便肆无忌惮欺辱楚剑秋身边的人 楚剑秋见状连忙上前将地上的丫鬟扶起来 在族内大比之前我依旧是楚家少主 我现在以少主的身份命令 你立刻跪下给我的丫鬟道歉 这时楚河身旁的下人出言耸刺的 这世上哪有主人给下人下跪的道理 楚河见一个修为全无的废物 也敢对自己耀武扬威 顿时怒意上头暴躁不已 随即抬手蓄力暴喝一声 如此羞辱于物 本少爷今天非要打的你跪下叫爷爷 对于楚河的攻势楚剑秋丝毫不拒 顺势抬手一拳与之对风 可拳风相对之 是一股迅猛的钢气煞时 便将楚河震得连连后退几 堪堪站稳身形的楚河顿敢手臂一阵酥麻 祖里不是扬言楚剑秋修为尽失了吗 现在又是怎么回事 与此同时楚剑秋再次以少主身份命令楚河道 你是自己跪下 还是本少主打的你跪下为止 和楚河一同前来的几名侍卫 见楚剑秋一拳震退楚河心中一阵差 难道少主他修为孩子 早知道就不跟随楚河少爷了 楚河为了找回面子对着楚剑秋吼道 你现在顶多就是一个炼体三重的废物 若非我大意你早就已经死 言霸调用周身灵气汇聚在拳头之上 再次朝楚剑秋冲去 四周狂暴的灵气让在场的人 对视灵败了这是楚河的压香剂 破灵权 面对炼体四重的楚 楚剑秋紧泡肉身一拳将其鼻血打出 随后抬腿一脚直接将他踢得暴射出去 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楚河很不明白 明明对方只有炼体三重 却让自己屡次受伤 与此同时楚剑秋迈步缓缓上前 还不快滚 楚河一边被人抬着走一边 还骂骂咧咧的警告楚剑秋 我会将此事禀告大长老 我看你又能嚣张到几时 身旁的丫鬟见自家少主 虽身负重伤却依旧碾压楚河 当即一脸花痴的看着 两人这样一直在园中交谈甚欢 殊不知先前那一战 早已被暗中的一名少年看在眼里 一日清晨 楚剑秋服用50枚脆体丹后 修为一夜便突破之炼体四重 所以他毫不犹豫将储物袋内的脆体丹 全数倒出 以他目前的修为 顶多只能收拾楚河这种不入流的废物 如能按照如今的修炼速度下去 至多半年他便可以恢复之前的实力 于是楚剑秋一口气 吃完了自己身上的所有丹药 就在这时 丫鬟入化突然端见一碗药走得进来 少爷该吃药 然而当看到楚剑秋 竟在如此短的时间 就又突破一重境界动革的惊讶 楚剑秋为了尽快提升静静 于是心想先去楚家丹阁领取一些丹药 与此同时楚剑秋打败楚河的消息 也流传了出去 首个长老听闻楚剑秋不费吹灰之力 就破了楚河的压香气破领取 看来这楚剑秋 楚剑秋并未尽失 只是低落罢子 若真是修为被废 我丹阁自当站在大长老这边 可若此此故意隐藏实力 那就说不准 就在这时 楚剑秋带着陆化进入丹阁 首阁长老何在 少主到了还不出来迎接 首阁长老闻言连忙上前行李 不知少主今日来我丹阁有何贵干 话语间不忘仔细打量着这位昔日的天子 首阁长老察觉楚剑秋 的确只有炼体戏的水瓶心中也有答 这和他从前相比简直天差地别 日后怕事也难成气候 在得知楚剑秋是来领丹药的 首阁长老当即吩咐丹童前去拿丹药 大语间还见即给丹童投递过去一个眼神 见此小药童立刻就心领神会 片刻后一瓶花生力大的药瓶 递到楚剑秋的眼前 楚剑秋拿起丹药瓶一看 发现里面竟只有六粒脆体 但有些惊讶 长老你这是什么意思 陆化见自家少主受死侮辱 当即质问长老 少主之前用的是三粒剧情 两者间要效不止差了十倍 你到底是何居心 对此首个长老解释的 但要分配是按照修为来定夺 如今少主修为只能得到这些 楚剑秋文年又怎会不知这老头的心思 所以他没有与这老头纠缠转身离开了丹药 扶阵乃是天舞大陆至高绝学 掌握一类浮传便可纵横整个天舞大陆 然而少年体内却整整一座扶阵传城 里面不仅有水火风神形四类攻击扶阵 甚至连极为稀有的丹扶阵都被放在了里面 少年本是天水雄四大世家的少主 怎料却被贼人迫害导致经脉禁毁修为全尸 在机缘巧合之下一步距离突然进入他的体力 整座塔高速入云四周阴暗之间 这是楚剑秋第二次来到这里 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 混沌至尊塔不仅帮助他重塑经脉修复单体 而且一直让他从修为被匪突破到炼体三重 所以他这次前来决定进入混沌至尊塔内看看 说不一定里面还有莫大的机缘等的自己 刚打开第一层塔的大门就让楚剑秋眼前一亮 这竟是万道源流扶阵传承 光是法阵内的各种扶阵就让楚剑秋震惊不已 毕竟扶阵那可是天舞大陆至高绝学的存在 而万道源流扶阵便是集天下扶阵的总和 只见楚剑秋抬手一挥从万道源流扶阵中取出一张扶纸 楚剑秋作为四大世家的少主 自然认得此扶阵 这竟是极为稀有的丹扶阵 练丹是可是整个天舞大陆极为稀有的存在 于是楚剑秋便想要是自己能够参悟这个丹扶阵 那日后无论想要什么丹药都不用从 想到这些楚剑秋当即盘膝而做参悟丹扶阵 不知过了多久 楚剑秋总算是参悟了丹扶阵 不过这对他来说难度也是极大的 若非是他掌握了混沌天地诀 想要将丹扶阵参悟估计至少也得花上几十年 现在他只需要寻找一些练丹的材料就可以练制粹体丹 一日清晨 就在这时一道声音突然从远处传了 增幅一辈力量天水 没想到堂堂楚家少女 昔日天水城第一的天才如今却沦落到了柯蒙管片的地 来人楚剑秋自然认识 此人正是独副柳天瑶的弟弟柳高阳 与此同时柳高阳身旁的两名随从纷纷嘲讽到 以这个废物如今连一个舞者都不是 静大言不惭地说自己绘制出了能增幅一辈力量的力 就是就是 我们少爷可是天水君的一品浮尸 你竟敢在他眼皮底下卖假服 或许本少爷会大发慈悲赏你几枚零食 楚剑秋文言只是淡淡说了一句 一群疯狂 识相的话就给我滚原点 别妨碍我做生意 楚剑秋的话直接让柳高阳破坊了 当即打开折扇朝楚剑秋冲去 面对柳高阳的攻击 楚剑秋瞬间一个侧身躲开 顺势一拳朝柳高阳风去 猎山拳 楚剑秋出拳速度很快 以至于让柳高阳完全反应不过来 只听到一声骨头碎裂的声音 他的手臂彻底飞 柳高阳看着自己极度扭曲的手臂咬牙痛哼一声 随后倒在地上大叫起 见自家少爷被楚剑秋一拳打至重伤 他们一时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 不是说楚剑秋单天破碎修为尽尸了吗 楚剑秋并不想就此放过柳高阳 只见他弯下身子死死盯着他 你姐姐柳天摇欠五丈 我今日就先从你身上先淘点利息 就在楚剑秋即将动手时 他的身后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住手紧接着一道剑气划破须风直奔楚剑秋二人 来人正是林福阁执法长老梁九山 柳高阳见到林福阁长老当即破口喊道 梁长老救命了 楚剑秋疯了要杀我 执法长老文言脸色顿时阴沉下 楚剑秋你还有什么遗言吗 楚剑秋看了看地上被剑气撕裂的地面 随即质问执法长老 梁长老你为何不分青红皂白队伍出手 执法长老对此说是楚剑秋在万五商会的地界上动手打 所以他出手自是李左应当 于是楚剑秋对着一旁的青年询问道 敢问兄弟刚才是谁先动了手 白衣青年告诉执法长老率先动手的人乃是柳高阳 执法长老文言面露凶狠地询问道 你说的可是真的 紧接着一同前来的弟子也解释了 我们方才在此地询问了在场的几名师弟 也都是同样的说辞 执法长老得知真相后脸色阴沉缓缓开口 柳高阳你身为万五商临福阁的弟子 执法犯法最加异的 这是柳高阳才堪堪明白过的 原来楚剑秋方才是故意激怒了 所以他立刻指着楚剑秋解释道 冤枉啊执法长老是楚剑秋先贩卖假服 弟子忍不住才出手 执法长老听到此话 瞬间眼神一鸣死死盯着楚剑秋 贩卖假服那可是沙头的重罪 少年将一张画满纹路的符纸放进一口顶内 怎料下一秒竟引来了灵福阁阁主现身当场 不仅许诺给楚剑秋无限的药材资源 甚至当即给他发放灵福阁一品服饰的徽章 条件就是希望楚剑秋能够加入灵福阁 就在刚刚 楚剑秋因为绘制出了能增福一倍力量的增丽福 于是便想到集市上将这些福队换成零食 可这一幕被号称林福阁第一天才的柳高阳看到 指责楚剑秋贩卖假服并对其出手 怎料却被楚剑秋一拳打至重伤 与此同时上户独自的林福阁长老脚踏虚空而来 看到自己弟子对打得不成人样 所以他便想要介绍为难楚剑秋 只见他不懈地看了楚剑秋一 放眼整个天舞大陆 一阶增丽福的效果至多不超过五成 你真以为用点小伎俩就被瞒过林福阁的长老吗 你连福阵知道都尚未学过 又怎敢妄言自己可以绘制一阶增丽福 楚剑秋闻言淡淡一笑 既然如此 长老可敢与我赌商业 柳高阳的师傅听到此话邪魅一笑 你想怎么 其实他也想看看楚剑秋能在他的手底下玩什么花招 紧接着楚剑秋缓缓说道 若我这增丽福效果可以达到一倍 长长老便赔给我三百粒脆体肝如何 林福阁长老自是不幸楚剑秋有此守望 所以当即说出只要他能做到 自己愿意出五百粒 毕竟在他眼里 楚剑秋已经是一个死 所以即便许诺再多也无所谓 随后一场长老与天水俊第一天才之间的较量由此开始 在长长老的待遇下 楚剑秋跟随这一众人来到了林福阁 只见长长老指着身前的一口大脸说道 这便是林福阁的侧服 任何林福在他面前效果和品贴都会一朗无鱼 楚剑秋害怕这老杂毛实战 于是询问他难道长长老就否定侧服一不会出错 此话一出顿时让长长老一阵怒气 你简直放肆 这可是林福阁颜面又启示你们质疑 与此同时柳高阳也在一旁阴阳怪气地说道 我看你楚剑秋怕是怂了 不如现在乖乖给我认个错 心虚本公子还能给你留一个全尸 楚剑秋文言没有理会他 已直地走向侧服仪 红兜内缓缓取出一张符纸 当楚剑秋的增丽服放入侧服仪后 煞石一道金光便从顶中冒出来 随后转化成几行文字 增丽服 挺接一接 等级上品 增幅效果力量增幅一倍 这时长长老眼球都快蹦出来 没想到这家伙居然真的绘制出了 能增幅一倍力量的名字 与此同时执法阁长老也是一脸震惊 望着眼前的一切 真没想到我天水军又出了一个服饰大赛 可当柳高阳看到楚剑秋的服 真的能增幅一倍力量时 嫉妒和憎恨使他面目全非 此刻他步步的手臂的 统统一把推开身旁的室温 抛出匕首面部猙獰的朝楚剑秋冲去 我才是天水军的第一天才 你再作弊 我要杀了你 正当柳高阳即将冲到楚剑秋的身前时 他的师父长长老一个闪身来到楚剑秋的身前 还有一巴掌扇在他的脸上 柳高阳就这样被自己师父一巴掌拍飞了出去 你这个蠢 竟给我丢人献影 来人 还不快把你们的废物师兄抬下去 这老头看似很凶悍地给了柳高阳一巴掌 实际则是为了给自己的宝贝弟子留一条后路 毕竟当众质疑侧服依那可是在打林福阁的人 这时执法长老脸色也变了 楚小友你好 楚剑秋文言当即询问的 梁长老莫不是还有事 原来是这老头想要楚剑秋加入他们林福阁 对此楚剑秋反论 要我加入林福阁凭梁长老你一个人怕是做不了主 可就在这时 门外突然冒出一道生意 只见那人着急的大喊道 他做不了主本做可以 见到此人所有林福阁的弟子纷纷居公行礼 拜见阁主 与此同时楚剑秋也认出了此理 这正是林福阁阁主杨振 据说杨振主一向是神龙剑首不见了 没想到此事竟会惊动 杨振还仔细打量一番楚剑秋后 缓缓说道 自从你踏入我林福阁的那一刻 我就注意到你 只见他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个测试节目 增幅力量一倍 就算是本做亲自了 怕是也制不出如此奇效的林福 林福师乃是天舞大陆极为稀有的存在 而能绘制出极品林福的少之右手 就连林福阁阁主呕心沥血两年半 也只能绘制出效果增幅八成的林福 而眼前的少年只是随手一幅 竟直接制作了一张效果增幅一倍的林福 这顿时让先前看不起他的执法 长老降低姿态邀请他加入林福阁 甚至连林福阁的阁主都亲自前来邀请他加入林福阁 不仅许诺给楚剑秋无限的修炼资源 而且还当即给他颁发一品浮诗的徽章 要知道浮诗的身份 就算是放眼整个天舞大陆都是极其尊贵的存在 看到楚剑秋如此轻易就得到了一品浮诗的徽章 一旁的长长老不由暗叹 我那徒儿偶心力血耗尽柳家半数家财 才为自己驳来那一品浮诗的称谓 不曾想这小子竟如此轻易就得到 就在这时楚剑秋突然回头一脸笑意的看着他 长长老不知我那五百枚脆体单何事给我 听到此话的林福阁阁主当即质问长长老 你堂堂一位二品浮诗 不会还去赖一个年轻后辈的账路 长长老没诚想楚剑秋竟在阁主面前说出此事 于是只能一脸笑意的表示这就让人将丹药送了 可被地理却暗自咒骂道 好你个楚剑秋伤我徒儿不说 还让老夫丢脸丢到这个地理 这笔账老夫今日记下 与此同时柳家家主有数息得知此事修奋不已 看到自己耗尽半壁家财才培养的儿子 竟被一个废物一拳打成重伤 如今一点出息都没有抱着自己姐姐大叫 他是羞愧难当 也要你不说楚家那小子已经被你废了 难道是你出手还有披露 这是柳天瑶解释的 此事绝无可能 他的丹田已经完全破损 而且一身修为都转移到了我的身上 怎么可能还有修为 柳家主文言常看一口气的 这小子没死已是事实 如今来看他怕是彻底与我柳家决恋 一旁的柳天瑶对此不以为远 就算没死又能如何 虚虚恋链体四宠我还不放在原里 随即又将跪在地上的柳高阳扶了起 玄剑宗招生大比在即 我现在必须集中精力冲击真气劲 不过你可以放心 等我成为玄剑宗的弟子后 一定替你把楚剑丘那个楼一踏 另一边回到家的楚剑丘 当即盘膝而坐开始修炼 只见四周的灵气不断地汇入他的体内 煞食一股 不得气息猛然爆发 进阶炼体六指 原来是楚剑丘得到长长老的那 五百枚脆体丹以后 回到自己房间一口气 就将所有的脆体丹全吃了 有混沌天地绝的帮助 仅仅过去不到一天 这些丹药就被楚剑丘完全吸收了 这让楚剑丘意识到要想快速提升修为 他必须在赚钱的道路上一走到黑 就在这时窗外的一动 引起了楚剑丘的解决 谁在那里 不等楚剑丘再次开口 让黑鹰鹰的牵过窗户直奔楚剑丘而来 随后抬手就是一掌潮气风雪 见此一幕楚剑丘立即起身调用周身灵力 只是其为抬手一直变破了黑衣男的权力一击 男人为此震惊不已 这怎么可能 我可是炼体八重 怎么会被一个区区炼体六重的家伙压制 正当男人还处在震惊中时 楚剑丘已经一个闪身来到了他的跟前 抬手一掌猛空在男人肩上 自知不敌的男人当即化作一道飞影离开 等楚剑丘追出去的时候 黑衣男子早已消失不见了 这时丫鬟入化连忙询问楚剑丘是否需要派人去追 对此楚剑丘反而露出一脸笑容 不用了 他使我不意放走 无日以后楚家言无常举行 不内大比心定少主之位 在所有人都来气候楚剑丘 惨缓缓走回 这让一些楚家弟子不由的暗自骂倒 家族大比竟都敢吃到 他真以为自己还是曾经天水郡的第一天台 这个废物估计是被吓坏了 既如此还不如早点交出少主之位 此刻比舞台上风坐着三名老主 只见一名少年缓步来到三名老主身前 楚涵拜见三位长老 众弟子看到这一路纷纷称赞的 无愧是大长老交出来的人 礼貌千和 这才是大家风范 与此同时大长老给楚涵投递过去一个眼神 楚剑丘的实力探查清楚了 楚涵对此解释道 大长老放心 那似是有一些越级挑战的实力 但终究不过是练体劲 此战必输无疑 大长老闻言悬着的心也落了走 随即起身大喊道 我宣布足内大比现在开始 请楚涵登陶 男人为了在家族大比时获胜赢得少主之位 不惜在比赛中服用丹药强行提升竞技 本就高出楚剑丘四个小竞技的楚涵 在服用丹药后一举突破到了真气急 就在刚刚 家族大长老宣布比赛开始后 楚涵便一步跃上比鲁 楚剑丘能做你的对手 真是让我受宠落惊啊 毕竟前不久我还远远补不上你 楚剑丘文言不屑地说道 你废话是不是太多了 既然想争夺少主之位 那就不要学那些蠢货一样成口则之力 听到此话楚涵顿时一阵无语 而紧接着调动周深灵气朝楚剑丘冲去 面对楚涵权力的一击 楚剑丘丝毫不惧将灵气汇聚在拳头之上 两人第一次拳风相对之时 顺时两股狂暴的灵气充斥着整个烟雾 这一幕让所有人都震惊不已 我没有看错 一次交锋就打成了平手 不是说楚剑丘只有练体境的修为吗 怎么会和具有伪真气境的楚涵少爷打成平手 这时楚涵也意识到了不对劲 怎么会这样 若是楚剑丘和我同一个水平的话 那我岂不是要挨上他的一拳 想到这里楚涵气血猛然攀升 绝对不能再让这个妖孽活下去 随即抬嘴下劈直奔楚剑丘的面门劈去 心军嘴 楚涵的这招极为强悍 下劈之后瞬间就震得炎舞台四分五裂 一招不成楚涵当即发动第二招 遂飞神 一时间两人在炎舞台上打 而一旁的大长老健壮也是捏了一把冷汗 楚剑丘的实力哪里是什么练体 再这样下去楚涵必输无疑 于是他悄悄给楚涵递去信号 看到大长老的提示楚涵立刻明白 随即便从腰间取出一枚丹药 这一幕顿时被大长老身旁的另一名长老察觉到 那竟是强行提升境界的丹药 于是他立刻起身大喊 快阻止 那可是能提升境界的丹药 然而大长老文言却不以为人 上了擂台那就是他们两个人的事 老三你难道是想要破坏规矩不成 三长老对此解释的 那种丹药服用后破坏力极强 而且对武者本身也有极大的隐患 为了一把椅子强行毁掉两个后背值得 可大长老早已下定决心 告诉三长老要是楚剑丘害怕了可以认输 毕竟为了家主之位他也谋划了多年 只要能弄死楚剑丘 牺牲一个楚涵又有魔法 只见楚涵取出丹药放入嘴内 顿时一不恐怖的真气从楚涵的体验一处 没错 楚涵突破到了真气境 楚剑丘见楚涵凌厉暴增 先前对方是为真气境自己上个队 如今踏入真气境就不是那么好队 与此同时楚涵进一个闪身来到楚剑丘身后 挥起剑直奔楚剑丘的药 面对相差一个大境界的楚涵 楚剑丘被压制的年龄后 家族弟子剑状被惊掉了下 看看站稳身形的楚剑丘死死盯着身前的楚涵 好险差点就阴沟里翻炒 占据上风的楚涵冷笑一声 楚剑丘 你现在要是跪地求饶 我或许还能饶你一命 就在这时楚剑丘不屑一心 随即抬手在胸前一抛 取出一张扶纸捏在手里 对于楚剑丘的行为楚涵不以为然 抬起剑继续朝楚剑丘冲去 就在楚涵即将来到自己跟前时 扶纸被激活后 顿时一股恐怖的能量朝前封去 下一秒楚涵就被这股恐怖的能量 封得到飞水中 等楚涵反应过来时 他的胸膛早已被那股恐怖的能量击穿 随后哭通一声倒在了演舞台上 这种情况直接让楚家弟子亚麻呆住 传闻楚剑丘能够炼制增强于被力量的增力服 没想到是真的 与此同时高台上的大长老骨子都被气歪了 好你个小叔叔 没想到你隐藏得够深 楚剑丘见大长老迟迟不肯宣布比赛结果 于是询问他何时公布比赛的结果 或于无赖的大长老只好宣布道 今后楚家少主依旧是楚剑丘担任 听到此话的证人纷纷对着楚剑丘行李 拜见少主 理完赛后楚剑丘回到自己的房间 与此同时丫鬟入化早已为他准备好了饭气 这也是不要避连的耽搁长老一脸笑意地走了进来 楚剑丘见状冷声询问道 首格大长老大驾光临 不知道有何贵感 天舞大陆以武为尊 能够在规定的年龄内突破到练体九重 就可以参加玄剑丛的招生大陆 而二十日后便是玄剑丛的招生大陆 为了能够获得比赛资格 楚剑丘必须在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 从练体六重突破到练体九重 不过好在单格长老得知楚剑丘重获家族少主之位后 于是舔着脸给楚剑丘送来了几枚聚气单 有了这些资源 楚剑丘立即便打算闭关修炼 地旁的丫鬟出言提醒楚剑丘道 已重过少主之位后 大长老一脉的弟子怕是会再次掀起风浪 你又何必如此着急闭关 对此楚剑丘不以为然 因为自始至终他都没把大长老放在眼里 最重要的是玄剑宗在天水郡的招生大陆 与此同时玄剑宗的义士殿内 一名玄剑宗的弟子在殿内禀报道 长老 我宗在天水郡的招生场地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玄剑宗的长老闻言淡淡说道 天水郡那种边陲小弟 历来都难以出什么资质好的苗子 紧接着那名弟子再次开口道 据弟子所知 此地已经有三名突破真气境的公子小姐 他们分别是柳家柳天遥和欧阳家的欧阳渊 说到这里那名弟子迟迟没说第三个突破真气境的武者 这让玄剑宗的长老一脸 不是有三名武者 还有一位是谁 这时那名弟子才堪堪回道 楚家少主楚剑丘 他本是天水郡的第一天才 只不过前一阵子惨遭后果 如今只有炼体六重 玄剑宗长老闻言有些惋惜 普通招生的最低条件是炼体九重 想要在20天内完成突破绝无可能 看来他是没有这个命 可一转眼的时间 楚剑丘便通过服用锯气弹一举 从炼体六重突破到了炼体九重 而武者一旦到了这个境界 自身的一些经脉就会被打通 但楚剑丘在达到这个境界后 却发现自身的齐经八脉没有一点动静 人体共分20处经脉 分别是正式二经和齐经八脉 武者一旦进入炼体九重 就证明自身的正式二经被打通了 至于齐经八脉 只有极少部分天赋异禀的武者 才能勉强打通一到两次 一旦齐经八脉全被打通 达到炼体极境就能修炼传说中的无上武体 所以打通齐经八脉就必须在炼体境的时候完成 想到这里楚剑丘顿时觉得自己时间不多了 而他想要获得更多的资源 当务之急就是抓紧赚钱 于是楚剑丘第二天早上便急忙来到了灵福阁 灵福阁阁主看到楚剑丘带来的灵福不由称赞 除了曾丽福之外 其他福禄都有存备的效果 真不愧是我们天水郡的致富天子 可紧接着看到楚剑丘无精打采的样子 灵福阁阁主不由询问的 楚小游脸色看起来有些差 莫不是哪里不是 楚剑丘对此解释 多谢阁主光环 我只是昨晚没有睡好吧 毕竟自己在混沌之尊塔那一夜没睡 才将福阵之道完全领悟 这些事自然不能让别人知道 这时灵福阁阁主突然将手搭在楚剑丘的肩上 本座这里今天正好有两位贵客 我可以把你引荐给他们 随即一名老者和一名少女便黄缓走近 他们分别是万武商行的长老周桓 和万武商行的千金夏幽黄 听到灵福阁阁主的介绍 楚剑丘连忙攻身行李道 在下楚剑丘 拜见夏小姐 与此同时他心中也在琢磨 这灵福阁不过就是万武商行手下的一个小工具 想不到商行的大小姐竟会屈尊来到这里 对于楚剑丘的行议 夏幽黄没有理会笔质从他的身前走过去 随即拿起楚剑丘的绘制的福传仔细打扔的意思 对于这些福传夏幽黄很是满意 于是回头告诉楚剑丘 你绘制的这些福 我们万武商行全都要了 听到此话楚剑丘顿时一脸猛逼 说什么 你全要了 这是灵福阁阁主在一旁提醒他的 傻小 小姐的意思是想要和你合作 这可是我们大前王朝想当当的财富榜手 听到此话楚剑丘心中乐开的话 如此一来 我们就再也不用为钱买修炼资源而发愁了 终于可以安心打通奇经八卖 紧接着夏幽黄又从兜里掏出一张金卡 随手便扔到楚剑丘的手里 这是我们万武商行的贵宾卡 里面有一万块一品零食 以后你卖给我们的灵子 我们都会将零食放到里面 与此同时一同前来的万武商行的长老恶然一惊 这种卡即便是大前王朝的皇子都很难得到 小姐竟就这样给了一个香烟响 少年扛着一个大麻袋 进入帝国最大的一家商会 指明道性要求该商会的大长老前来见自己 如此狂傲的行为 不仅惹得周围人一笑大方 甚至还有人出言嘲讽道 一个废物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 既然狗言残喘了活下 就不要到处出风口来引起本小姐的注意 然而女子殊不知的是 楚剑丘早在十天前就被该商行的小姐当作贵妇 并且还向楚剑丘订购了2000道上古符传 所以楚剑丘这次前来并非是口出狂言 而是给万武商行送符传了 毕竟在灵符阁阁主和万武商行小姐仔细检查楚剑丘的灵符后 发现她的灵符绘制手法有些潦草 但仔细检查后 灵符阁阁主突然发现了其中的端倪 这显然早就被万武商行的小姐察觉到 如此发现不由让灵符阁阁主破口大笑 好你个小 竟隐藏得这么深 这张符看似潦草 实则实在故意收敛锋芒 显然是为了压低符传的品贴 这是一旁的夏幽黄也表示道 看来本小姐这趟来添水剧 真是不须仔细 与此同时回到家的楚剑丘 立刻进入混沌制增堂 因为他这次想要绘制的 不仅仅只是一阶符传 毕竟就算一阶符传绘制的在 那价值也有限 而要想在制服上更上一层楼 那就得学会炼制高阶符传 一黄眼时日期限道 楚剑丘此刻背着一个大麻袋 进入了万武商行 听到楚剑丘要见苏会长 刘天瑶当即扑斥一笑 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 苏会长又启示 你这个废物想见就能见得 这声音楚剑丘太熟悉 于是转身表示道 刘大小剑你大可放心 像你这般心如蛇蟹水性羊花的你 也只有欧阳约那种货色稀罕 楚剑丘的话将柳天瑶气得半死 于是指着楚剑丘的鼻梁骂道 你这个废物竟敢如此羞辱等小姐 你最好把嘴巴放干净 欧阳家可是万武商行的柜头 我这就叫人将你攻出去 然而就在这时 万武商行的苏长老苏延香 带着下游皇走的说 祖公子你可是让我们好等啊 听到此话柳天瑶一行人 顿时压麻呆住 随即楚剑丘上前一步 苏长老夏小姐请见谅 在下有事单个所以来迟了 见楚剑丘真与帝国最大的商行熟路 柳天瑶顿感自己先前的那番话 是有多么可笑 他不明白一个废物 为何万武商行的人会如此待他 就这样楚剑丘被两大美女 邀请进了贵宾区 临走时楚剑丘回头嘲讽地 看了一眼柳天瑶 你欠我的那笔账 我迟早会一笔一笔地讨 楚剑丘这般化气的柳天瑶咬牙切齿 与此同时进入万武商行 雅间的楚剑丘将麻袋内的灵符全数盗了出来 即便是见过大市面的苏长老 第一次看到如此多的符也是大为震惊 然而这还没有完 楚剑丘随即又从兜里掏出三道符 询问苏长老价格 苏长老接过符后一脸震惊 因为楚剑丘递给他的乃是达到二阶的灵符 所以他毫不犹豫将夏幽黄叫本 夏幽黄得知情况后 随即使用家族蜜 因为他想要看看这三张二阶灵符的等级 片刻后三张灵符的类型和等级都显露了水 而且品阶都是中品 增幅效果更是他们前所未见的 这不得不让夏幽黄重新审视楚剑丘 再练体精就可以练至二阶灵符 日后只要成长顺利 就定然可以成为一幅道大家 于是苏长老和夏幽黄都不由看了一眼对 随即苏长老便表示 是楚剑丘绘制的两千到一阶灵符和二阶灵符 他们万五商行愿意出资十五万零时买下 五十万那可是相当于楚家整整三年的收入 所以这让楚剑丘再次意识到了服饰职业的赚钱之道 有了这些钱 楚剑丘便想购买一些武器修炼 毕竟天武大陆以武为尊 于是询问苏长老哪里可以买到武器 在苏长老的口中得知 明天他们万五商行刚好有一个大型的开漫 于是楚剑丘打算明日再来一趟这里 看着楚剑丘离开的背影 夏幽黄一时竟有些失了神 这刚好让苏长老逮到机会调侃他 不知小姐是否听说过望夫时 我已经派人打听过了楚公子 他肯为自己心爱之人奉献整整三年的本命精血 的确是个良人 夏幽黄被苏严香一阵调侃 一时竟羞红了脸 这只是一门玄阶五计 结果却让天水郡的四大世家变卖家产前来正强 只因在天水郡这个穷乡僻养之地 一门玄阶五计足以让一个家族晋升为四大世家之首 所以四大世家纷纷不惜一切代价竟拍这门五计 可在这时却出现了一位少年 他竟让万五商行开启了 从不对人开放的一号养监来接待 并且还让号称狐狸精的苏长老亲自陪同 面对一身骚香味的苏严香 楚剑丘尽可能将身体摸得远一些 苏严香健壮随即将脚伸到楚剑丘的腿上蹭了蹭 为防止自己定力不足 楚剑丘尽是让苏严香赶紧开始拍卖会 苏严香文言也没再挑逗他 孙父一旁的丫鬟传令开始拍卖 随即一名女子缓缓走上柜底 第一剑拍品是一把冰属性零剑 名叫青霜 是用千年寒铁铸造 柳家公子率先开口两万零食 柳天瑶本以为他们柳家在天水郡的地位 定然没人敢与他们竞价 可偏偏在这11号雅间突然出价三万零食 顿时气得柳天瑶将喝进去的茶水 这是他们也注意到竞价的人来自一号眼间 即便知道对方是自己惹不起的人物 但为了玄剑宗的招生大 柳天瑶只能咬牙继续竞拍 一连竞价几次之后 青霜剑已经被抬高到了五万零食 这显然高出了他的本身价值 所以楚剑丘没有再次竞价 一旁的苏严香也看出了楚剑丘的目 显然是想要教训一下那个忘恩负义的影 片刻后第二剑拍品被拿了住 这是一把破烂不堪的大宝剑 众人一看纷纷开始吐槽 这破玩意也能当作拍屏 万物商行什么时候眼光这么差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把剑即便是万物商行的顶级剑宝师 也没法看出他的平坚 远在高台上的楚剑丘也注意到了这把剑 与此同时他体内的混沌制增塔也开始躁动 能让混沌制增塔有反应的东西 显然不会一把 所以楚剑丘当即想要将这把剑买下来 可苏严香却告诉他 要是公子喜欢 我直接可以代表万物商行将他送给你 这卵饭瞬间就被他吃得明明白白 而苏严香也借机靠过过了 使劲将自己身体贴在楚剑丘身上 公子莫要着急 接下来拍卖的东西才是重头戏 苏严香话音刚落 便见一群人将一口周身绑满铁链的箱子抬了上来 打开箱子 里面放着的是一股卷尘 通过拍卖师的介绍 这是一门玄阶下评武技 名叫怒浪七叠掌 此话一出 顿时就让整个拍卖会炸开了 毕竟玄阶武技一般只有世家大族才可能永远 即便是世家世子 要是没有一定的身份也没资格修炼 可见这次拍卖万五商行乃是下了血的 因为是玄阶武技 所以起拍价就高达五万零食 这让在场的绝大多数人一阵无语 五万零食 寻常人家哪有这等财力 这摆明了就是给四大世家准备 与此同时二楼莫家家主率先出价六万零食 这时柳家公主红插一脚嘲讽说道 莫书就这么点钱就不要拿出来丢人 如此目无尊长的行为让莫家家主唾口骂道 柳高阳以未免也太嚣张了 听到此话柳高阳当即出价十万零食 可还不等他得一轮 一号雅间突然出价十四万 十四万对于天水郡绝大多数人而言简直就是天价 柳天瑶见对方似乎是在有意和自己争气 顿时一股怒气涌上心头 可十四万已经是他们柳家三年的收入了 要是继续近拍只能是倾家荡者 而且对方出价毫不犹豫 可见其财力深入大 所以柳天瑶没有勇气再继续近拍下去 转身便准备离开 楚剑秋看着眼前的两件胎皮 因为对怒浪七蝶掌知之甚深 于是想请苏延香给自己介绍一品 苏延香闻言将嘴凑到楚剑秋耳旁 怒浪七蝶掌前三掌威力在玄阶下品中只算了攻攻 但在第四掌之后 每一掌都会将前几掌的掌进叠加 而最后的第七掌便是集七重净力为一体 那威力堪比玄阶中品武技 不过这门武技对身体的负荷极大 稍有不慎就会经脉寸断而亡 即便是真气劲的舞者都不一定可以做到 公子可要万般小心 见苏延香将身子死死贴在自己胳膊上 楚剑秋连忙一把将他推开 有劳苏长老费心 在下还有事 先走一步 少年只是抬手轻轻朝前一指 并直接在山体上封出了一个大窟窿 原来是因为他修炼了一本名叫 《武浪七蝶掌》的玄阶武技 掌力叠加便可有排山倒海的威势 有了此等武技 楚剑秋对明日玄剑宗的招生考核充满信心 但眼下他要做的事尽全力去打工自己的奇经八脉 毕竟玄剑宗的招生大笔不仅仅只考验一个人的武力 更重要的是弟子的血脉品 结合奇经八脉打工的调势 楚剑秋刚修炼完便着急冲回子妹 一夜未曾见到自己少爷的入化当即一把扑进他的怀里 少爷女夜未归 可把我给急死 楚剑秋剑壮连忙询问入化昨夜有没有将自己要的东西准备好 入化文言将一个麻布袋子递到楚剑秋眼前 这里共有三百枚聚气单 品质都在一品 得到聚气单后楚剑秋立刻准备闭关修炼 与此同时他突然想到了自己在拍卖会上拍到的一把破剑 上面隐隐约约刻着两个大字 龙渊仔细打量一番后并未发现有任何特别之处 但却又能多次与混沌之尊塔产生共鸣 定然不会一百 就在这时龙渊剑突然剑附金光 下一秒进化作一缕清风钻入了自己体内 于是楚剑秋立刻进入混沌之尊塔 发现龙渊剑竟悬浮在了万岛源流浮阵的中心 楚剑秋本想用手将其取出来 但龙渊剑表层的温度险些将它烫伤 因为万岛源流浮阵过于霸道 所以导致楚剑秋迟迟没法将它炼化 看着自己辛苦拍来的宝剑就这样被混沌之尊塔挪走 楚剑秋心中简直一阵无语 可就这时 他的脚下突然冒出一个金色大阵 随即无数真气化作屡屡金丝涌入他的体内 楚剑秋这时才意识到 原来是自己脚下的大阵正在给自己强行怪睡真气 一放冰 楚剑秋只觉体内真气过多 若不及时吸收恐怕会导致自己走火入魔 这恰好可以用来打听奇经八脉 看着那本混沌之尊塔收进来的破解 楚剑秋突然想到自己的锯气单是否也可以将它带进塔里了 于是他发动念了 下一秒那300枚锯气单真的被他收了进 这让楚剑秋兴奋不已 因为今后混沌之尊塔可以当做一个空间来使用 但眼下之际是抓紧时间修炼 所以楚剑秋一口气将无数干药放入嘴内 有混沌之尊塔的辅助 短短过去半小时 楚剑秋就直接打通自身的奇经八脉 而且这一打通就是七点 只剩下唯一的一条生死玄脉没有打通 不过这已经是他现在的极限 毕竟生死玄脉历来都被无准称为生死铁地管 纵横整个天舞大陆能打通的无准寥寥无几 而这一连串消耗让楚剑秋只感觉浑身无力 如今只剩下一条经脉没有打通 所以楚剑秋暗下决心自己定要打通这条经脉 并且龙渊剑也要想办法拿到手 还有就是玄剑宗的招生大饼 我也要一并拿下 第二天玄剑宗的招生大饼开始 此刻西南区天赋测试台周围已经围满了人 玄剑宗历来十年只招收一次弟子 而且每次招生只选择二十名天赋和武力出众的武者 就在众人探讨谁能进入玄剑宗时 欧阳渊带着柳天摇往返走过来 天水郡欧阳家的公子 年仅十七岁便已是真气静六重的强者 这次招生大饼估计魁首非他莫属 与此同时玄剑宗的长老也到场 苏卫 凡是满足我宗要求者 请上台准备开始天赋测试 柳天摇和欧阳渊听到此话 随即第一队朝天赋测试台走去 然而就在这时 一道熟悉的身影引起了柳天摇的警觉 没错 楚剑秋也到场 他不顾旁人眼光毫不犹豫地就朝测试台走去 欧阳渊见状顿时一阵嘲讽 你一个废物也敢出现在本公子面前 看来我给你的教训还是不够了 这也是柳天摇也在一旁复刻道 他不知道用了什么形式 竟修复了自己丹田重新开始的修炼 但欧阳渊根本没把楚剑秋放在眼里 不过是一个苟延残喘的废物吧 早已不是天水君的第一天才 与此同时柳高阳突然挡在了楚剑秋的身前 你这个废物还不赶紧给我站住 这是一块测试武者天赋的石头 只要将手轻轻放在上面 就可以测出武者的修炼天赋以及血脉踪击 然而当被视为废物的少年开始测试的时候 竟差点将整块天赋试阵体 原来今天是玄剑宗的招生大 凡是在规定年限内达到炼体九重的武者都可参加 楚剑秋在20天前修为只有炼体六重 所以当他准备上台测试时 却被柳高阳拦了下 一个炼体六重的废物还没有资格参加测试 听到此话的玄剑宗长老当即怒斥等 没有资格的无关人员速速退行 可就在下一步 楚剑秋将自身无比精纯的灵气释放出 只听轰隆一声 他身前的柳高阳直接就被震的倒飞了出去 柳高阳除了在制服上有些天赋外 武者境界非常低 所以楚剑秋仅是释放真气就直接将他震晕了过去 玄剑宗的长老见状大为震惊 这孩子竟真的在短短20日就突破到了炼体九重 与此同时楚剑秋上前一步攻身行李道 罗长老我现在有资格了吗 罗长老闻言顿感有些羞愧 于是点了点头 试一楚剑秋上台测试 随即天水君的两大天才和一个废物之间的比试开始 这尊燕姿石可以验出你们修为境界 血脉品级等 你等将手放到上面即可 听到此话 柳天瑶第一个走上前去将手放到燕姿石上 柳天瑶十六岁 真气静一重 资质玄极中体 血脉玄极中体 奇经八脉零条 见到这等资质 必时让在场的舞者炸开了锅 真不愧是我的女神 竟全是玄极中品资质 一旁的罗长老见状也是头去赞许的目光 这让柳天瑶无比得意的妄想深厚的楚剑秋 即便你恢复到了炼体九重又能如何 和本小姐相比依旧是云一之别 然而楚剑秋却丝毫没理会他 紧接着欧阳渊也开始了天赋测试 欧阳渊十七岁 真气静六重 资质地极中品 血脉地极上品 奇经八脉三点 这等天赋让罗长老都大吃一惊 死子荡真是妖腻 地阶血脉即便放眼我玄剑宗也没有紧 一时间无数无者挥拳呐喊 这才是我们天水军的第一天才 就在这时 楚剑秋将手放到了燕姿石上 顿时一股金色气朗 无数人被这金光照得睁不开眼睛 我尼玛 什么情况 与此同时楚剑秋的测试结果展现了出来 楚剑秋十七岁 炼体九重 资质天极中品 血脉天极下品 奇经八脉七条 看到这一幕 柳天瑶和欧阳渊大嘴张的可以放下一颗鸭蛋 看着燕姿石险些被震碎 一旁的罗长老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小子奇经八脉竟然打通了七体 只要再打通一条 那岂不是可以达到传说中的炼体激进 这个曾经的天水军第一天才 在这一刻似乎又回来了 然而他们殊不知的是 这些结果其实都是假 楚剑秋的血脉天赋早已经超出天极 这是他利用混沌至尊塔篡改后的结果 毕竟一旦有超过天极血脉的武者出现 柳天瑶你和欧阳渊谋害我而为废人之时 可曾有想过今天 此话一出 顿时又在现场掀起了一阵风波 原来楚家少主竟然是被欧阳渊和柳天瑶害了 见无数武者将矛头指向自己 柳天瑶连连开口否认此事 与此同时楚剑秋一步来到他的身后 为了医治好你的三阴绝脉 我每月都给你提供一滴本命精血 三年期间从未见短 可到头来你却连和欧阳渊夺我血脉修为 断五经脉 碎我丹田 这世间怎会有你这种心如蛇蝎的女 见楚剑秋道出实话 柳天瑶一世不知该如何反驳 浑身一软就跪在了地上 一旁的欧阳渊见状顿时解释道 楚剑秋你未免太卑鄙 瑶尔只是没有答应和你在一起 你就如此污蔑他 这岂是大丈夫所为 听到此话的楚剑秋笑 二世子用一血魔宫夺走我的血脉 就是大丈夫行进了 此话一出 顿时让现场再次废逃 毕竟一血魔宫可是禁忌之术 毕竟发现舞者修炼 人人得以诸之 男人在玄剑宗的招生大笔中测出天极血脉 不料却引来了血沙宗的宗主现身当场 原来是因为在玄剑宗的招生考试中 号称天水俊第一天才的欧阳渊靖 修炼血沙宗的魔宫 眼看欧阳家投靠魔宗的事实就要报了 欧阳赢立刻走上测试台 楚剑秋你个小畜生 别以为自己天赋惊人就可以在这里胡言乱语 画霸镜调用周身灵气汇聚在掌心之上 胆敢在此胡言乱语 本作今天就一掌击毙你 面对欧阳赢全力一击 楚剑秋必无可避用身体强行接下 随即他的身形如利剑般暴射出去 欧阳赢修为乃是真气镜之上的画海镜 这一掌楚剑秋显然吃不消 不过这也令欧阳赠惊不已 这小子只有炼体九重 我的全力一掌镜没能直接拍死 在这时一只手突然搭载了楚剑秋的肩膳 没想到你小子居然还有如此一段闷骚的故事 来的人是凌复阁阁主杨正海 他将楚剑秋从地上扶起来后 身形一闪来到欧阳渊身前 你胆子挺肥的呀 一血魔宫这种禁忌之术你都敢修炼 欧阳渊文言连连否认此事 杨正海文言淡定说道 你有没有修炼 我一事便是 就在这时欧阳赢一步挡在欧阳渊身前 杨阁主 你难不成想要与我欧阳家鱼死网破 杨正海见状不屑一想 你当着我的面想要杀我林福阁的人 还说什么与死网破 你有那个能耐吗 你我可以不动 但你身后的那个小子 如果真的修炼了魔宫 那就死罪难逃了 欧阳渊自知此事没法隐藏 当即准备使用血沙宗的魔宫 宝下欧阳渊 见天空被血色完全笼罩 无数人瞬间脸色大变 不好这是杀人如麻的血沙宗 大家快跑 听到此话众人开始朝四面八方逃窜 然而欧阳渊却看着天空冷笑一声 利师兄 随即一道黑影缓缓显露了出来 一群废物 宗门数年的布局全都被你们给毁 这时玄剑宗的长老被吓出一身冷汗 欧阳家竟真是血沙宗的人 血沙宗可是我玄剑宗的死罪子 这欧阳渊来参加招生讨 显然是血沙宗的阴谋 若非楚剑秋及时揭穿此事 那我到时候就成了千古罪人 就在无数人大气都不敢喘一下之际 灵浮阁阁阁主神情自若地站了出来 只见他对着天空喊道 利老头多年不见 没想到你还是这般自大 幸利地见杨正海在这里 于是直接拿全城百姓的性命威胁他 杨匹夫 老夫自知不是你的对手 但要是你敢杀欧阳渊 我就会拉着全城的人给他陪葬 杨正海知道欧阳渊天赋非凡 一旦成长起来绝对是一个邪道巨头 但以利老儿的性格 如真动起手来 自己实在难以护住所有人 没办法他只能妥协此事 欧阳营剑主 连忙拉着欧阳渊准备离开天水去 然而就在这时 柳天瑶突然伸手一把拉住了他 渊哥哥带我一起走 不然楚剑秋不会放过我 此刻欧阳渊自身难保 哪里还顾得上这个剑人 当即准备一掌弄死他 然而这时一道声音突然传入他的耳目 把他也带上 此女身怀三音绝脉 但心肠逮 是一个邪道的坏胚子 听到此话的欧阳渊连忙话去掌声的灵气 姚儿别哭 我是不会丢下你 看着被血沙宗带走的欧阳渊 杨振海也只能咬牙人家 血沙宗走后 玄剑宗长老才屁颠屁颠走出来 多谢前辈出手援助 若非有前辈在 我等怕是没有一个能活着离开这里 杨振海文言哈哈大笑起来 你回去跟邱老儿说一声 他今天可是欠了我一个天大的人情 话把一溜烟就离开了这里 这可让玄剑宗的长老夫之该如何是好 毕竟整个玄剑宗姓邱的只有他们宗主一人 要是将这段话带回去 怕是以后自己都要坐龙板凳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从远处传来 杨体夫妮跑得倒是挺快 话音刚落便见一道紫色气体来到楚剑丘他们跟前 煞是一名身着紫袍的妖艳女子宝缓出现 来人正是玄剑宗第四宫的风阻崔岩 他四处打量一番后并未发现杨振海的风迹 气得他顿时咬牙骂的 你可别让我逮他 否则一定要好好算一下当年的那笔账 杀人如麻的血沙宗突然在天水郡出现 结果却被一个小小的糟老头吓得拔腿救了 而这老头的身份似乎很不一般 不仅直接换玄剑宗的宗主为小老 更是和第四风的风主有着数不清的关系 眼前的女子便是第四风的风主崔岩岩 得知楚剑丘血脉等级为天极石 便直接要求他败入自己门下 原本想趁乱溜走的楚剑丘 听到此话顿时一连猛逼 于是连忙解释道 崔宗主这怕是不符合规矩 通过招生的弟子还需回宗门参加考核 才能决定去行 可这老婆娘却告诉他 本座想要谁就要谁 你难道不服 楚剑丘看这架势 要是自己不答应怕事以后 难免会在宗门吃苦 于是只能连忙扣手拜见师傅 崔岩岩剑壮扔给他一枚令牌 说是持此令牌到宗门后 可以直接去第四风报道 不须再和其他弟子一样进行测试 入话得知楚剑丘不日便要前往玄剑宗 于是跪在地上请求他去的时候 带上自己 楚剑丘见状连忙将他扶起来 告诉他像玄剑宗这样的大宗门 暗地里肯定会有不少明争暗斗 贸然带你去指挥害了你 紧接着又一把将他搂入怀里 等我在玄剑宗站稳脚后 一定回来把你接过去 不过在那之前你需要帮我做一件事 画霸从手指凝练出一滴本命精血 然后轻轻一点放入入话明星 有了这滴本命精血 入话的身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由于楚剑丘的本命精血过于霸道 没有一点修为的入话承受 那股力量后直接晕厥了过去 不过经过这次改造以后 入话成功将血脉等级提升至地级中品 一日清晨 楚剑丘踏上云州前往玄剑宗 这是一名少女突然从他身后扯他一想 女子名叫弗令雪 和楚剑丘一样也是来自天水军 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出远门 想着楚剑丘和自己是同乡 希望以后能在宗门相互关照一些 楚剑丘回头一看 发现眼前的女子修为早已到达真气景 于是连忙表示相互关照自是应该 不过令他无语的是 明明对方比自己修为还高 却如此怯弱胆想 日后指不定被人欺负成什么样子 话语间他们便也到达玄剑宗 当下非洲就听到各种社团内心的声音 这让楚剑丘有些疑惑 他没想象玄剑宗这样的大宗门 竟也会在私下倒小团体 这是一旁的弗令雪解释道 这些社团都是一些外门境界低微的弟子组建 并不值得去加入 不过就算是外门弟子 他们也只会招揽强者 像我们这种小地方出来的人一般都无人问津 然而就在弗令雪说话之际 一名玄剑宗弟子突然一把捂住他的手说道 小师妹可有兴趣加入我们玄云社 师妹如此之想 等加入了我社一定要和你好好探讨一下 弗令雪听到此话连连后退 我是不愿嫁的 这种灯徒子楚剑丘实在看不下去 啪的一巴掌就将那人的手拍开 随即一个侧身挡在弗令雪身前 他不愿去 你难不成还想强抢不成 男人闻言当即释放真气破口骂他 你一个小小恋体精的废物 老子说话什么时候轮到你插嘴 还不给我滚一边去 原来这四名叫韩安仪 这样的自己叔叔是玄剑宗的外门长老四亿 欺辱的门 前几天就已经逼死了一名紫霞社的女弟子 不一会儿楚剑丘周围就围满 与此同时一道声音突然传入众人耳眉 谁是楚剑丘 说话的人是玄剑宗第四封的弟子左丘连主 他刚一现身就引得一群弟子心花怒放 而他只是在玄剑宗广场随意走上街 直接导致无数老汉气血汹涌鼻血流淌 到底是谁有这种殊荣 竟让我的女神亲自出来找他 就在这时楚剑丘缓缓开口了 我就是楚剑丘 此话一出 顿时让韩安仪难以置信 凭什么他一个练体精的废物会值得左丘师姐来找 与此同时左丘连主一个闪身便来到楚剑丘跟前 长得倒还不错 不愧是我师父看上的你 随后直接扯着楚剑丘胳膊说道 你现在跟我去第四封 本师姐今天亲自安排你的住主 这时楚剑丘却突然让左丘连主稍等一下 随即对着韩安仪说道 扶令雪师妹不愿加入玄云社 劳烦师兄不要强迫他 听到此话的左丘连主立刻释放周身争气 韩安仪能给我解释下这是怎么回事 仅是打通一条经脉 竟让宗门的宗主和所有长老亲自来给他护士 原来楚剑丘打通的是最后一条奇经八脉 这条经脉一旦打通便会引动天地一些 就在刚刚 楚剑丘刚入宗门便有一位外门弟子想找他的马 结果下一秒 他就被前来接引楚剑丘的女子 释放了真气下的跪走地上 楚剑丘看了一眼身旁的左丘连主 根据先前的动静 师姐怕是已经达到华海静 左丘连主文言告诉他 只有到达华海静的强者 才能被第四封收为清传弟子 像你这种练体经就当上清传弟子 可是千年以来的佗一本 两人一路说着就已来到第四封 挥开屋门一看 楚剑丘发现他们为自己安排的房间 竟布置成了女儿家的河调 寻思着莫不是这位师姐带错了地方 这时左丘连主再次解释他 第四封加上师尊一共也才四个人 而且除了你其他人全都是女子 此话一出 楚剑丘顿时觉得自己掉进了盘丝洞 于是连忙询问师尊在哪里 毕竟按照规矩 楚剑丘需要先行完拜师礼才算真正入门 然而左丘连主却告诉他 自己师尊此刻正在和一群老头抢人 与此同时 玄剑宗一世殿内 玄剑宗的宗主可谓是笑得合不拢嘴 很好 我玄剑宗总算出了一位天极血脉的弟子 这是负责招生的长老上前屏报的 宗主那楚剑丘其今八脉已经打通了七点 再打通一条便可成就无上无体 听到此话左丘老儿屡者胡子笑得更欢 此子真乃天纵奇才 与此同时第三封封主开口 我第三封已经十几年没有收弟子 这弟子就入我第三封了 一旁的第二封主文言当即表示道 十几年未收弟子那是因为你来 这等天纵奇才只有来我第二封才能最大塑造 第五长老这时也表示想要楚剑丘 最后第七封封主武动那妖艳的身段不屑一笑 我看这小家伙一定会选择我第七封 毕竟谁不想要一个漂亮的师尊呢 剑阁封封主争得不可开交 宗主于是让所有人都别争 正好自己还差一位关门弟子 就让楚剑丘来自己守封 此话一出顿时让所有人一阵如语 左丘师兄你还要脸呢 你守风都已经十几个清传弟子 还好意思和我们抢人 这时一旁的招生长老有些难为情地说道 唯禀宗主 其实楚剑丘早已败入四封封主名下 听到此话 宗主和第二封的封主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看向崔雅 怪不得今天四师妹如此淡定 原来是早就把桃子摘到了手里 崔雅云文言瞬间脸色一尘 看来三师兄很不服啊 要不要和我打一架 这顿时让唐玉山死 他知道论战力除了宗主以及第六封的掌孙白源外 怕是没人打得过崔雅云 就在这时天空突然暗沉下 所有宗主见状纷纷从大殿内冲了出来 左丘老二抬头一看 这是第四封有意动 于是所有人都急速往第四封的方向 同时一名青年早已提前来到这 这正是第六封的风主掌孙元白 率先赶到的宗主立刻询问掌孙元白的情 只见第四封整座山峰都被一笔起色的雷电环绕了 此刻他们才明白是有人在修炼无上无体 看来是楚剑丘那小子打通了最后一条经脉 听到此话的掌孙元白一脸震惊地看向众我 你们意思是那人十五宗弟子 左丘老二此刻得意地解释道 掌孙师弟有所不知 以四尸解钢在天水郡收了一个天极血脉弟子 还未入宗便已经打通了七条旗经八脉 为防止掌孙元白惦记自己弟子 崔雅云连忙表示 楚剑丘早已在天水郡行了拜师 掌孙元白文言只能一阵惋惜 看着第四封上的气血越来越大 宗主和掌孙元白立刻向众人说道 这等气息绝对不能泄露出去 否则其他宗门怕是会不惜一切代价除掉楚剑丘 于是宗主命令众人联手隔绝楚剑丘与天地感应的气息 然后再由崔雅云开启布山大阵 随即崔雅云掏出第四封令牌指向山峰 顿时一道金光便将整座山峰包裹了下来 与此同时宗主和掌孙元白直奔天际而去 两人抬手一挥便击溃了天空的黑云 此刻楚剑丘正处于突破的关键期 丝毫没有察觉到外面的情况 只见无数金光不断从他的体内冒出 下一刻这些金光直接击溃了第四封的护山大阵 左丘老而见状总算松了一口气 无上无体总算炼成了 崔雅云文言立刻调用神石查看第四封内的气血 在没有发现真气外泄后也是点了点 这时一旁的掌孙元白也兴奋起来 仅是出城无体就已如此 等那小家伙成长到我等修为 还不知道我们能否扛得住他的一拳 入宗半年的楚剑丘第一次突破真气井 结果直接把宗门后山炸了一个大窟窿 就在刚刚 楚剑丘刚入宗门便被宗主视作真宝 不仅在他打通经脉时号令全宗长老为他 更是为防止气息泄露 亲自出手隔绝天地一项 但百密中有意书 由于楚剑丘冲破其经八脉时已宗的天地一项过于耗大 还是被潜藏在宗门内的奸细察觉到了 奸细刚走崔亚云便带着长孙元白来到了这里 由于开此了富山大阵的云 他们并不担心奸细能从中看出什么东西 可即便如此 长孙元白也知道楚剑丘未来的路注定不会太平 闭黄眼半年过去 楚剑丘觉得事实后突破真气井 这半年内 他不仅将之前修行中出现的隐患彻底消除 还进一步把无上无体炼就成了完美之躯 随着周围的灵气不断涌入他的体内 狂暴的灵气不断地洗涤他的群身 只听到一声剧烈的暴涨 方圆极里瞬间寸草不生 而且地面也被炸出了一个深坑 随后楚剑丘缓缓从深坑中爬了出来 他也没想到只是突破一个小小针气井 造成的破坏力竟如此惊人 看着衣服上随处可见的口 看来衣服也报废了 最主要的是他体内的丹田扩张了上百年 日后还不知道需要多少资源才能前往他 换好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楚剑丘来到玄剑宗的任务大厅 在玄剑宗想要获得资源 只能用贡献值来对话 而贡献值则需要做任务来获取 就在楚剑丘纠结该选达中任务时 忽然一道声音从他身后叫住 楚剑丘回头一看 发现原来是弗令雪在叫自己 弗令雪这是一脸兴奋的喊道 恭喜楚剑丘师兄突破真气井 此话一出 门外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入宗半年才突破真气井 真不知道你是如何爬上真传弟子的位置 来的人是紫霞社的弟子西门一柳和社长婉秀英 弗令雪告诉楚剑丘自己加入了紫霞社 这次主要是来接笔集任务 任务要求是击杀一条肆虐人类城池的血猛 实力相当于真气井五重的修士 于是询问楚剑丘是否愿意一起去 楚剑丘考虑到自己从未接过任务 和他们一同去自然是最好的选择 然而不等他开口 三名男弟子突然嘲讽说道 楚师弟那点修为 跟过去怕是只能给血猛松菜 这时一旁的斯芬凯也附和道 原来你就是楚剑丘 区区真气井一层镜也能当上真传弟子 对对对 咱老大都已经是真气井四重 也才只是那门弟子 有些人走后门也太明显 楚剑丘听到一群跳梁小丑的话 他并未理会他们 韩安仪见状一步来到婉秀英身旁 这血猛可不好对 不如加上我们一起如何 婉秀英知道韩安仪绝非善美 之前就有好几个姑娘被他糟蹋 然而还没等他开口 韩安仪直接告诉他 要是不答应自己叔叔那边 可不好交代 或于无赖婉秀英只能答应下 随后几人便根据当地村民的指引 来到了沃谷山 只是刚入山不久 楚剑丘就察觉到了一羊 他解释这里的山间草木 皆被沾染了邀请 所以推断着血猛 还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紧 但除了狐令学以外 其他人都不以为人 他们只觉得是楚剑丘胆小怕事 早知道就不该带他一起 于是让楚剑丘在这里等他们 随后几人又向深处走了几里 他们终于找到了血猛的老巢 然而当血猛露出真身时 直接将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那竟是一只人头蛇身的蛇妖 而且长成了这样八成 是一只化形的大妖 与此同时察觉到 一样的楚剑丘递给 弗令学两张灵符 告诉他灵符可以保证 他不受妖狩清洗 让他在这里等自己 因为他感受到了 妖狩的不同寻常 所以决定亲自去看看 这是弗令学却说的 他们如此刻薄于你 你去了他们也不会给你好脸色 不如就和我一起留在这里 考虑到他们是自己的门门 并且这妖维护一方四面的性 他还是决定亲自去看看 另一边 面对化形后的血蟒大妖 他们早已经没有了战斗的武器 因为这种妖实力 已经相当于化海镜的修饰了 所以他们自觉 根本不可能是对手 这是西门一流 才想起楚剑丘之前的话 后悔当初没有听楚剑丘的 环秀英告诉其他人 只要我们联手冲出去 这只蛇妖未必拦得住我们 听到此话的蛇妖不屑一醒 你们看看周围都变成了什么样子 你觉你们还能逃出去吗 这事韩安姨反应了果然 这是妖阵 听我们根本不可能破坏 蛇妖剑丛哈哈大笑的 这几天只吃到一些凡夫俗子 能吃到你们这些血气充沛的舞者 真是大不了 化罢们和张开巨头 聊牙朝他们出去 男人还未反应过来 直接就被血蟒一口吞进了肚子 一旁的斯丰海剑状 被吓得不敢动弹 婉秀英则是一跃而起 朝血蟒射出一剑 然而当那只剑落到蛇妖身上时 瞬间就被弹了出去 下一刻蛇妖一个闪身 来到他的跟前 就在这时 一个巨大的火球 突然砸到了蛇妖身 是谁 竟敢偷袭本尊 楚剑丘文言缓缓走了出来 一个畜生反应倒是挺快 不然那一击就足以要了你的性命 看到楚剑丘来 婉秀英和西门以柳皆是一喜 速速结阵 这畜生受了伤 现在不可能是我们的对手 听到此话 众人各站一个方位 将蛇妖围了起 看着一脸杀意的楚剑丘 蛇妖并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即便我受了伤 又岂是你们这群废物 这时司风凯率先出手道 受了伤还这么狂 老子今天就第一个攒了你 一时间其他几人 也纷纷实践冲了上去 然而司风凯还未碰到蛇妖 手臂就被蛇妖一口咬了下来 就凭你们一群蝼蚁 也敢妄图与本尊抗衡 然而就在这时 楚剑丘已经来到他的身后 路浪气叠掌 只见楚剑丘掌中汇聚大量武器 下一秒猛然一掌 轰在蛇妖的腹部上 仅是一击 蛇妖 楚剑丘轰飞了出去 地旁的西门以柳和婉秀 应见状一脸震惊地说道 这真是一个真气劲 舞者能够打出的一击吗 少年以最低修为考进修仙宗门 但却在入宗时 被宗内所有长老抢着 要收为真传弟子 一时间宗门内所有弟子 都认为楚剑丘八成是走的后门 一晃半年之后 楚剑丘因为体质的缘故 仅仅才突破一重禁忌 这更加实际了 他废柴走后门的事实 然而就在楚剑丘和其他弟子 一起出门执行任务时 他竟然一拳打翻了五人 连手都无法撼动的划行大妖 这一幕顿时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 只见他们一个个张大嘴巴敌 这真是一个刚入真气劲的 舞者能打出的一击 老子一开始还想着教训着想自已 可照演下这种情况来看 怕是一掌就能将我拍得粉身碎裏 而韩安仪却是一脸 极度看向楚剑丘 为什么拥有如此妖孽天赋的人不恕 就在这时戏门一流突然大喊 小心 等楚剑丘反应过来 血蟒瞬间一尾巴抽在他的腰上 顿时一口鲜血从楚剑丘左中吐出 一击奏效的血蟒得意请 臭小子 真当本尊是你能够对付的 只见血蟒周身血气开始急速提升 他将自身力量汇聚在尾巴上 随后对着楚剑丘就是一顿影连边 然而楚剑丘对此却纹丝不动 任由血蟒的攻击落到自己身上 婉秀英见状不忍直视五珠眼睛 就在这时 那些原本落到楚剑丘身上的攻击 竟被一个光照倒下 血蟒见状顿时大惊 一旁的婉秀英更是一脸难以置信 因为楚剑丘竟然用灵力化作护照 将攻击倒下 血蟒见楚剑丘缓缓缓走过 他有些不解的询问 我刚刚明明已经重创年 你怎么可能恢复得这么 楚剑丘文言只是淡淡一想 毕竟他可是修炼成了无上无体 只要气血没枯竭身体就可以无限欲 然而血蟒可不信心 一个区区真气劲的草包 胆胆在本尊面前大言不惭 见血蟒再次准备发起攻击 楚剑丘旋即将灵力都汇聚在手掌上 仅仅只是散发的气息 就让一旁的弟子浑身站立 紧接着楚剑丘抬手一掌 迎上血蟒的攻击 下一秒一道由真气汇聚的能量 封在血蟒身上 剧烈的鼓劓 或使血蟒发出一声惨叫 身后身形猛的砸向地面 此刻血蟒浑身是斜的躺在地上 楚剑丘剑转缓缓走上 正当他准备给血蟒致命一击时 血蟒竟突然起身准备逃跑 一旁的斯丰凯剑子顿时大喊道 不好那出声是想要逃跑 听到此话的婉秀英迅速拉动攻险 呼吸一剑就射在了血蟒的尾巴上 这时楚剑丘已经追上了血蟒 用灵力化作刀刃瞬间砍下血蟒的猛 经此一战的楚剑丘体力已经接近伏击 虽无上无体能迅速恢复伤势 但这体力的消耗着实有些大 一旁的婉秀英死刻依旧不敢相信 于是一脸震惊地说道 楚师弟你竟一人击杀了血蟒 随即斯丰凯也走上前去 兄弟你真行 我斯丰凯救服务 然而这时一直没有出力的韩安姨 却突然冷笑一声 你们现在怎么开始相亲相爱起来 婉秀英文言立刻察觉到不对劲 于是连忙询问韩安姨想要干嘛 只见韩安姨拔出腰间配件咧嘴一项 以为我想干嘛 那当然是惨了他 男人耗尽所有真气 终于斩杀了化刑后的血蟒打烟 事后竟被自己图门师兄拔剑香香 只因他想独占猎杀血蟒的功劳 婉秀英见此连忙告诫他 残杀图门乃是宗门死罪 可男人听后反而哈哈大笑起 没人知道是我杀了你们 因为你们都是死在了血蟒手里 而我则是那个杀了血蟒为你们报仇的人 斯丰凯解释自己哥哥是内门的十大弟子之一 杀了我我哥哥不会放过你 然而韩安一听后却说会给他一个痛苦 这时西门以柳被吓得跪在了地上 求求韩师兄不要杀我 我保证不会将此事说出去 但韩安一语气冰冷的说道 我只相信死人才能守住秘密 紧接着恢复一点力气后的楚剑丘 缓缓站了起来 你就这么确定你是定乱 韩安一这一听脸上冒起了冷汗 你少在那里装作 刚才那一战早已经耗尽了你所有力气 现在即便是个炼体精的废物都能杀了你 然而在他说话的同时 握刀的手劲在不断地发抖 随后鼓起勇气一刀砍向楚剑丘的脖子 脑袋被砍下了 不过不是楚剑丘的 而是他自己的头 这一幕直接吓闪了一旁的西门衣领 因为砍掉韩安一脑袋的人竟是弗令雪 因为这是弗令雪第一次杀人 楚剑丘在一旁鼓励他道 干得漂亮 一击灭杀 处理完韩安一后几人开始商议如何处理血脉的尸体 因为血脉身体浑身是不 所以他们无论如何都要将其带回宗门 但眼下却没有能够运输的工具 这时楚剑丘从怀内取出一枚令牌 半个时辰后一辆非洲缓缓地舍惑 来的人是楚剑丘的师姐左丘连竹 左丘连竹下了非洲 看到地上躺着一具画形大妖的尸体 当即让楚剑丘给他一个解释 楚剑丘将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了一遍 结果下一秒就被左丘连竹揪着脸怒骂起 遇到画形大妖还不赶紧体悟 以怕是想让我这个师姐当不了几天 地旁的众人见证 全都将眼神挪到一旁装作一副 啥也没看到的样子 随后左丘连竹又将目光落在韩安仪的尸体上 韩安仪竟敢对我第四封的人出声 他应该庆幸就这么死 否则要是落到我手里就不是死这么简单了 此话一出 顿时下的西门一柳额头冒起了冷汗 传闻第四封的人都是疯子 而且还格外互动 果然名不虚传 随后几人坐着非洲返回了宗门 当他们来到任务大殿准备兑换贡献值时 听到可以换700贡献点 楚剑秋一脸震惊 发放贡献点的弟子告诉楚剑秋 因为你们杀的乃是化形大妖 所以等级已经提升到了假等 楚剑秋并没独吞这次贡献点 而是要求将这些贡献点平均分给和他一起去的几 听到此话的西门一柳和晚秀英眼中全是崇拜的神情 有了这些贡献点 楚剑秋便可以去兑换一些修炼资源 这又能让他撑一段时间了